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陈大哥跟美琳修佛的道友 我這次的角色是一個非典型的小三 他面對原配比較多的是Sorry 他覺得很爆氣 他覺得好像他霸佔了這個男人 這麼長久一段時間 這角色很吸引我的是 他跟我以前所接觸到的角色 跟表演方式都完全不一樣 他是一個非常非常需要收的一個角色 因為我真的覺得 台灣的女人非常的深奧 非常的了不起 所以我就很開心的想要嘗試看看 我能不能夠試著把 這種非典型小三的角色詮釋出來 阿 阿 我們就回去出來 我覺得龍哥就真的很像博昌這個角色 我跟龍哥的互動 我是跟他有拍了一場戲 那我覺得那場戲也蠻美好的 就是我看了他的眼睛 我就有那種看到情人的感覺 我就啪圓就掉下來了 林姐跟我分享了很多 她自己的一些背景故事 我就覺得她是一個非常非常瀟灑 但是同時又很溫柔的人 故事裡面這個角色是一個不卑不坑 同時她又想要把事情做得很到底的人 所以我覺得她打破了一些 我們本來既定的印象說 就是她有一種很堅韌 但是又不是驕傲跟霸氣的感覺 就是她不會去侵犯你 但是你也不會想要對她不客氣的那種感覺 我覺得她詮釋得非常非常好 其實我很重視聽故事 那一天我聽著聽著 我眼淚就會掉下來 因為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美好的故事 她女性的性格做得永遠都比說得多 我個人非常喜歡這一種淡淡的美好的電影 因為我覺得生命其實是這個樣子的 因為生命不是八點檔 生命有很多的理解跟體認跟接受 都是在一個眼神 一抹微笑它就代表一切 所以我個人是很喜歡這樣子的劇本 就是讓我有一種即便我們走到的生命很尾端 或者是即便我們已經到了這個年紀 但是你可以感受到那一種你最初的美好 跟你最初的愛就在那裡 就是你爸爸特地從台北帶過來的 佳佳其實跟蔡阿姨的關係有一點微妙 他們沒有真的那麼親密 他們又不是姐妹 然後他們又不是母女 他們也不是好朋友 我覺得那個關係很微妙 她跟蔡阿姨很好 但佳佳心裡也知道她跟蔡阿姨 好像又不能真的太好 但是跟丁姐演戲覺得好過癮 因為不管是看她演戲還是跟她對戲 會一秒就讓你投入的那種人 我記得我也是一個轉身看到她 我馬上我心裡面就波濤洶湧 就那個感情就好多好多好多 然後馬上覺得 我好像已經跟蔡阿姨認識一段時間了 然後她口中她描述的那些爸爸的故事 都好像真的一樣 我覺得很震撼 完全不用再多想 我就可以馬上比較投入在戲裡面 我覺得真的很厲害 站在一起 你啊在 我還有看你戇姐姐 我聽聽你也是 好你在死 我 跳你害死 我 跳你也是 讓你知道 我 defining 我還要阿公聞 我ixo愛阿公 你不是阿媽 我认为是不过你 不过